我们要处理 然后加上我们又不知道 里面是种的怎么样的病患 或者这样的亡生者 确诊者遗体遭丢包事件 就发生在新竹县立殡仪馆 6月11号凌晨一点多 一名八旬老妇人染疫死亡 让一业者赶紧通知县政府卫生局 询问处理流程 没想到值班人员竟然反问 你要我现在叫长官起床吗 最后业者决定直接将遗体丢包 兵仪馆 业者应该是会联络到新竹县政府 新竹县政府会联络我 然后我会通知我底下的火化厂 来做处理 应该要层层通报 却没有做到反而差点延伸 防疫破口 因为确诊者与凌晨过市 业者没有完成通报程序 还擅自移动遗体 但业间没有火化作业 业者竟然恶劣丢包 恐怕酿成传染风险 事实上我们的同仁 九次跟业者来打电话 来确认他的 整个大体处理的程序 他都谎称大体留在东元医院 但殡葬乱象不止如此 六月二十一号凌晨 一名七旬老汪染疫死亡 殡葬业者同样联络卫生局 但却因为窗口不对 导致遗体从凌晨拖到中午 才完成火化 我们所有的业者早已知 整个大体处理的流程 以及应该对应的联络窗口 所以跟整个防疫专线 完全没有关联 原来防疫期间 早就设定染疫死亡者的通报SOP 但业者便宜形式 差点酿成传染危机 现在县府要祭出重罚杜绝 所有漏洞 三十一章到以后采用新竹 猜本报道